我擔心大家對霸凌的定義還不清楚 就濫用 散播霸凌者的惡行惡狀 其實只是滿足大家的八卦需求 它並不是一個治癒社會的方法 好問題沒有解決 而且某種程度 反而是教大家怎麼霸凌人家 不是嗎 喔對 對不對 你換個方式講 如果這件事情的結局沒有得到最好的處置的話 你是不是還是等於鼓勵霸凌者 反正不會怎麼樣 你看他大概會有幾個面向可以談 就第一個霸凌者的所作所為 他那個道歉聲明我認為根本不算道歉 然後還要找律師發聲明 往生的人 包含現在還在勞動部裡面的人 這一些是受害者 受害者的聲音反而我們根本不知道 那還有一個第三方是什麼 是執政黨 因為執政黨是要派政務官去各個部會 你坦白講 總統院長道歉 對受害者來講 那個威脅還在啊 這一場霸凌對我來講 他不是A霸凌B 一條線就沒了 他是火場 想像勞動部現在正在失火 正在燒 已知有一個人一死 傷者人數不明 那作為消防隊 行政團隊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先救火嘛 搶救傷者嘛 停止調查 那個縱火犯先隔離 你不能再放火了嘛 把火勢撲滅嘛 對 然後接下來是不是要去進火場 把傷者救出來 然後安置 接下來才是找起火原因 接下來才是司法審判 傷者救出來了嗎 我們已經看很多 謝伊隆的嘴臉了嘛 今天有一個親生的嘛 基隆的有沒有救出來 花東的有沒有救出來 新北的有沒有救出來 不知道耶 他們現在在家裡是不是過著恐慌的心情 沒有人知道 誰知道 他們那個組裡面好像就11個人還9個人 有沒有人就跟他們面談 有沒有人去對他們做 職場霸凌的傷害評估 心理評估跟調查 不要再讓勞動部的去重啟調查 不要把重啟調查四個字當成什麼 聖金還是什麼花歌好不好 現在狀況很簡單嘛 媒體報導新聞評論 爭論節目去講 這一些東西 這都是對的 這是媒體的天職 今天多一個什麼消息 黃國昌吃案 然後這個誰搓湯圓 把事情搓掉 署內的公務員又爆料了什麼東西 這些媒體去談論 這個都是對的 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問題是 我們如果一直都只能談 加害者的內容的話 我覺得對這件事情沒有任何幫助 我們應該要談的下一步是 政府如何改善的 經濟作為嗎 因為這個案件 所以我們怎麼做 我們怎麼做之後呢 其他的部門 公部門 公務員也可以跟著我這樣做 來改善你們的職場霸凌環境 然後以至於一般勞工的 勞動條件 勞動環境裡面 如果你受到了這樣子的對待 你也可以 跟我們這樣子做 所以第一步一定是 勞動部內的狀況先救嘛 這裡救完了 後面就順了嘛 可是你不能讓我們一直討論加害者 然後在處置跟被害者 這邊完全沒東西可以談 那沒東西可以談 我跟你講現在啊 黃國昌是有一個什麼 公益吹哨者揭壁聯盟 這個叫公益吹哨者 戳掉聯盟 戳掉了啊 你11月4號出事 11月6號跟你沈寢 11月19號你才發文 結果李宇翔是比你一晚三天 他做的比你多 那你不是吃飯什麼 你不是吃飯就是效率差 李宇翔 Bettering 國昌 你說你是立委 關心社會大眾 結果人家第一時間 陳情還選你 結果你還戳掉 你真的不簡單 厲害厲害 公益者戳掉聯盟 黃國昌有夠優秀 吹哨者戳掉聯盟 然後還有兩億美金 查無此人 柯文哲觀者不能講 陳志涵不知道是誰 他說有名有姓 但不知道是誰 這個叫做戳湯元聯盟 台灣民眾黨叫做台灣戳戳黨 歡迎來戳 二月份的時候 佐冠廷的爆料 二月份就有人告密 那告密之後呢 有一位王次長就去約談 我們一直以為 會不會就是在談霸凌的事情 據佐冠廷爆料 二月份的時候就是談送禮的事情 因為他把很多的什麼禮品 禮金那些錢 然後藏各個不同的案子裡面 留一點留一點 第一年禮金預算是零 第二年是52萬 第三年是108萬 我當立委 我要11萬票才能當立委 我一年送禮 都沒有辦法送到108萬 他一個公務員爬到那個地方 他可以送禮送108萬 那他應該要出來選 他比我還會做人 他花圈花染送的比我還要多 籌錢的能力很高 他是在公務機關籌錢 那個叫貪污 那個不叫籌錢 他拿公務機關的預算出來 幹自己的事情 那就貪污 不然我們籌錢 二月份的時候要處理沒有處理 11月4號 我們的這個 胡同仁他就離開了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調查 價值展示 如何處理它 就代表 執政團隊的價值選擇 老百姓現在覺得有一個壞人 但是執政團隊應該要幫我們做好 但如果你試圖要隱瞞的話 那接下來就火就會燒到民進黨身上 現在為止 我不認為大家會覺得 這是民進黨害的 那國民黨在那邊瞎掰 不要騙了 那跟你沒關係 民眾黨更扯 2020年7月份的時候 合作電腦報用地 要幹嘛推不動 柯文哲跑去罵監管處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再逼幾個自殺就好 就是你如果推不動的話 那我就再逼幾個自殺 這個是不是霸凌 民眾黨閉嘴 這件事跟你沒關係 我們在講的是如何改善下一次的具體行為 我們如何拯救這一次的其他受害人 我們如何把真相公布一次 民眾黨根本沒有資格討論這件事情 你們黨主席就是公然霸凌的第一人 所以警政團隊現在迫切要做的事情 外部介入調查 不要試圖隱瞞真相 不管謝宜龍背景再印沒有民意印 報告再多也不會有真相還要真 11月11號李宇強就公開揭露陳情書 那勞動部就發了一個陳情稿 李宇強開始發文 他就說我不會因為顏色有別 所以就不敢追 然後這個是同仁親身的事情 所以這一段時間大家就要累積 所以一開始我們不是沒有等待的 我們等於從11號到19號輿論爆炸那次之後 我們大概等了一個禮拜 這個禮拜是在我們還不了解真相的時候 等待調查報告 是調查報告爛掉的 你一個有人死亡的調查報告 裡面上面寫目的良善 這個報告我要討論他幹嘛 很多節目討論我知道 因為討論那個很容易加深 不管是勞動部或是謝宜龍的 惡行惡狀 對我來講這叫無效做工 就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他有多可惡了 再罵也 那部長已經下台了 再罵幹嘛 但問題是罵他沒有解決這個事情 我認為我已經是很溫柔呼籲了 我所謂的溫柔呼籲就是 趕快把其他商者找出來 不是只有這個單位 有可能一路罵 現在看起來謝宜龍還不知道自己做錯 他只覺得 你們不懂我 那至於如何讓他得到懲罰呢 你要讓他得到懲罰 你要讓他知道自己是錯的 你讓他在不知道錯的情況下 得到的懲罰不算懲罰 你要讓他知錯之後再去關 要關不關是另外一回事啦 那要讓他知道錯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的調查報告要具體而為的告訴他他是錯的 對我來講 公務員改革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遇過那一些老屁股 看到我是小屁孩愛離不離 你看喔像那種會送禮的 剛剛那種送禮送到用公務預算的長官 這種人啊 接到陳情一定分大小的 他不會覺得說這個是老百姓的事 或者是迫切需要 他只分這個是不是長官交代的事 這種東西我如果丟陳情進去 他可能就會把他排有空再處理 他要做的事情是長官看得到 或者是陳情能夠大為 權利義務對他來講沒有誘因嘛 先處理我的事情沒有好處 要處理立即可見的 長官信任的 有助升遷的 公務員的悲哀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比較大啦 因為這一次雖然發生在勞動部 聽起來是勞動條件的問題 但其實是公務人員服務法 在這一次的事件上面 你如果建立一個安全的通道 讓基層公務員可以反映他被霸凌的事件 你不能什麼事情都依賴考試院 工程會監察院的外部調查 你都要等到事件大爆發之後再調查 那一定來不及嘛 然後這些人事前有沒有其他檢舉管道 或是有檢舉人你也不知道 我們怎麼知道這些受害者 有沒有在選擇結束生命之前 有跟其他單位聯絡 我們現在是不知道的呢 他有可能打1999 新北市政府說 不好意思這個是 你們是公務員 我這也是勞工處不受理 說不定有 我沒有要貶低那個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才會討論嘛 我們都知道討論個毛 報告有寫等於沒寫 我們才需要那邊拆嘛 你如果都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拆你媽個屁喔 什麼樣的縣市首長 就會有什麼樣的價值跟政府 這是2022年 2023年短短一年內有三起的公務員自殺 2022年9月26號 台中市府主棋處 有一個行政助理 在市府文心樓跳樓 11月18號 金發局的科員在市府惠中樓跳樓 2023年的8月29號 金發局的男性員工在市府實安辦公處跳樓 然後因為這三件事情具體有改善什麼作為 我不知道 那民進黨今天當中央執政黨 發生公務員親身 被大家說不可以隱瞞事實 這是民進黨的價值 這是民進黨要改善的事情 所以我們監督它 我們罵得很用力 同樣是一條人命的三倍 我不知道國民黨的會不會去罵魯秀妍 對他們來講可能政治利益比生命還要高 還要重要 這三個新聞帶一下就過去了 但實際上這三個人是有投書的 這種結構式的霸凌 最後的受害者就是基層員工 跟惡劣的事經常在案發後 市府對外發布新聞 還加註親身者是身心震患者 這是為什麼綠營的知識者罵民進黨 罵得比藍白還要嗨 比藍白還要大聲 因為藍白根本不在意這種事情 我很抱歉 即便白銀的知識者很多 有可能是基層的勞工 他在職場上他也抱怨 他的老闆對他不夠好 他也抱怨加班不能放 抱怨補修不能補 但是民眾黨本質 他的黨主席就是一個會霸凌人的政黨 你也不要期待他會幫你發聲 不要鬧了好不好 國民黨有可能是把政治利益 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的政黨 我就問台中市的老百姓 如果一個親身的公務員在勞動部發聲 會引起全國的關注 對職場霸凌的關注的話 為什麼不能在2022年9月的時候 就讓他成為最後一集 為什麼不能在11月的時候 就讓他成為最後一案 為什麼不能在2023年8月29的時候 就讓他是最後一個 為什麼現在還有 就是有些人不希望這些事情被檢討 或者是被鬧大了 謝謝素人路麵包店 如果當年來拜票的是劉海昌 我會甩頭髮請他離開 是這樣嗎 你那個動作我一直很想講說 你剛有用火爐洗頭嗎 火爐嗎 火爐嗎 跑去那個小北買那個烤麵包的那個火爐有沒有 這要怎麼洗頭 不是啦 火爐啦 火爐啦 哈哈哈哈 機程很可憐啦 爛單位通常能跑的都跑了 不惜重考辭職降調都要跑 跑不了的都是可憐人 考機只要對長官負責 流動率又不用負責 也不會扣考機 應該下屬也能評分長官才對 我不知道我的影響力能夠影響多少人 但遇到事情 我們就建議一次講一次 剛好前兩集在講教育的事情 然後我們有提到鐵飯網公務員 有多少人當公務員 是因為你真的對公務改革有興趣 有多少人當公務員 是真的你對這個政府的行政有興趣 你想要來改變這個國家去考公務員 有多少人 有一定有 我不能說沒有 一定有 而且在裡面願意承擔 願意加班 願意懶更多的責任 這種人有沒有 也一定有 但問題是他在選擇公務員的時候 他有沒有做過他自己人生的其他比較 還是當下畢業生 大家都在考公務員的時候 你家的長輩叫你去考公務員的時候 你就去了 你本來就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做了當然就不會開心 很多都是因為鐵飯網這三個字吧 然後勒 我剛不是講什麼土木畢業 什麼土城被關 很多啊 大部分都是啊